第三方面的加強措施 是要更加嚴厲打擊 違反檢疫令的人士 截至昨天 執法部門通過電子監察系統 突擊檢查 涉嫌違規的人士 發現了五個人 曾經擅自離開居所 其中兩人更加 除去或剪斷了 這條監察的手帶 警方已經全數 接獲這五人 如果大家有留意 今天早上有報導 只有一些正在接受檢疫的人士外出 據說好像在山頂打球 警方已經迅速行動 沉獲了這些有關的人士 同樣地 正是安排他們進入這個檢疫中心 稍後會進行檢控 我在這裡再次提醒 正在進行強制檢疫的每一位人士 不要以身示範 因為你要承擔法律的後果 警方會加強巡查消遣 娛樂聚集的地方 去搜查有沒有這些 離開家的人士 我們也會繼續進行不斷的監察 而檢控科也會繼續爭取 盡快提交這些案件 去到法庭審訊 在這個工作裡的第二方面 很感謝香港的市民 他們都很樂意去履行他的公民責任 所以這幾天 我們透過不同的政府熱線 都收到有些市民的舉報 說他們看到有些帶著手帶的人士外出 所以為了讓我們很有公民意識 很願意盡公民責任的市民 能夠更加方便地舉報 特區政府將會盡快成立一個舉報熱線 謝謝你們